提到的,也許你可以從網路上抓資料 因為現在好像大家對大數據這個概念 蠻有感覺的 而且有其必要性 資料不斷的增加 所以所謂大數據 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能用人工處理的 不能用人工處理的資料 其實就可以稱為大數據 大的概念不是說大小的大 而是說那個資料 如果用人工來處理是不恰當的 那當然你就要用這個所謂的自動化 那自動化背後還有一個 不是說只有處理一次性的 可能處理是多次的 可能每天都要一直處理 或者是每天什麼時間 或者是每一個小時 5分鐘、10分鐘 像你會發現 像那個開放資料 台北市政府開放資料 或者政府地方開放資料 它其實背後不是一個人 在那邊5分鐘弄一次 那個是一個server自動產生的 那個絕對不可能就是用人去處理 所以以後你們可能要做到的就是說 如果去自動去處理什麼 自動喔 所以你們要寫的是去 最好是能夠自動化 每多久一段時間去處理什麼事情 然後當什麼情況下發生的時候 再告訴你就好了 所以你如果成為那個背後 最後得到那個數字的那個人 其實就是可以掌握很多事情 為什麼當什麼點 有沒有 當然大家都知道嘛 如果你要賺錢一定是逢低買進嘛 逢高把它賣出嘛 對不對 誰都知道這個道理啊 我想這個一定是沒有 不可能變的啦 那你怎麼知道最低點 你可以從歷史資料裡面大概看出 你可以設一下嘛 對不對 基本上不太除非說真的發生什麼那種不可預期的事件 那才有可能再往下啦 不可能再往下那不得了了 就像我之前跟各位提那個日幣啊 日幣都低成那樣子了 還會再低嗎 如果再低下去的話 日本又不是一個不陸流國家 對不對 各位如果去過日本應該都知道 基本上也有一定的一定的水準嘛 對不對 那當然你可以去設一個最低點 我想大概 我那時候設大概0點 對台幣0.25應該已經算是低了 欸果不其然 但是把它買了 就應該不會再低了 然後他看到 因為他們也不可能讓他漲 因為他們漲太高 他們也受不了 因為他們經濟已經遲滯太久了 所以他們也想要讓他經濟更好 所以也不可能讓他再升值了 所以大概0.3差不多了 再上去可能 這個問題又出現了 所以呢 當然一樣啦 其他的東西 你可以什麼自動處理啦 那自動處理的話 你就需要一些工具 所以像剛剛這個地方都是比較基本的 那我把那個102的部分放在這裡 顯示日期時間當地的 那怎麼去做 有一個比較玩 就是說呢比較複雜 應該算沒有效率的版本 那這邊的話呢 取得時間再輸出 當然我們可以再簡化啦 那怎麼做簡化 當然你可以找出一個規則 比如說也許我們可以用什麼 這個地方呢跑一個回圈 那回圈的部分的話我剛剛講過啦 這個回圈的話呢一定會有三個條件 一定一樣是取得日期 就產生一個那個 這個day的物件嘛 那這個day的物件呢 你就把它放在這邊給它format 那我講過這個get instant 這個dayformat裡面 get instant裡面的話 它除了可以用常數啊 就是總共會有那個 四種格式方法之外 你也可以丟給它的是 3210 那如果說你剛好3210 知道這個規則之後 你也可以把它改寫成一個什麼 改寫成一個那個回圈 那回圈的話 我想前面都講過 這個是最基本的吧 3210 假設你要把這3210的回圈跑出來的話 那用for回圈最恰當 當然我前面講過你用fire或用度也可以啦 只是說用for應該是最簡單的 因為它就1 初始時從3開始 對不對 所以3 再來的話什麼時候進入回圈 因為3210 那會不會越來越少會 再來就-1了嘛 3210 所以這裡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到0 如果它當大於等於0的時候 就進入回圈 因為3210都進去嘛 OK 那特別是越來越少 所以記得是減減 i減減 越來越少 OK 那前面都是加加 這裡的話 欸 比較特別是減減 當然它可以越來越多 也可以越來越少 OK 所以這裡的話呢 假如越來越少的話 那我們就用減減 就越來越少 所以是基本上它初始值嘛 3 然後呢 因為減減的關係 它會變成3 再來2 再來1 再來0 再來就是啊 -1了 可是-1不能跑 所以到此為止 到此為止的話 條件就這樣下 OK 所以邏輯的話 反正for回圈 是非常重要 我講過了 其實用來用去 用最多就for回圈嘛 那fire回圈跟度回圈 大部分都是說 如果那個回圈喔 比較強調是條件 觸或false的話 那你可能用那個 fire或者度回圈來比較恰 那度跟fire最大的差別是 一個先做 一個後 先做再判斷 一個是先判斷 再做 OK好 所以概念清楚之後 反正你對回圈應該就 比較不會那麼害怕了 因為我發現喔 那個鑽血程式喔 同學 最容易出錯的就回圈 因為轉轉轉轉不出來喔 然後程式就錯了 錯了後面就不用講了 就根本bug就不用跑了 那也解不出bug 那我一看 其實我就大概可以感覺出來 它那個就是 後回圈的 就回圈的觀念其實 可能紮實 不夠紮實啦 所以怎麼寫都怎麼容易出錯 所以如果你觀念清楚的話 怎麼寫都對 那因為人腦裡面喔 比較沒有那種 回圈的概念啦 所以其實我一直強調 人不能處理的事情 就是喔 重複不斷發生 重複做的事情 那這個事情的話喔 你大概重複個十次六十次 你頭昏 就頭昏腦脹了 但是呢 如果你用電腦喔 你跑個百次萬次 幾千萬次各位還跑都沒關係 因為它其實還沒什麼問題 而且現在電腦跑這麼快喔 你不用電腦來跑 你用人腦來跑 真的是有點浪費喔 我會發現你幹嘛買那麼快的電腦 現在電腦的速度實在是超乎你可以想像的快 OK 好 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後面一樣是利用這一個 這個類別裡面的那個也是一樣 GET 就是INSTANT 那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裡跟前面的那種宣告方式有點不太一樣 哪裡不太一樣呢 前面的部分的話是有什麼 有一個宣告的動作 有沒有 宣告了之後呢 在宣告一個物件之後呢 再利用這個物件裡面的formator 去做事情 那這個是標準的就是 產生一個物件 再利用物件的方法去做 那後面這個方法喔 後面這個方法呢 特別之處喔 它前面沒有物件 可是呢 直接就可以拿來用了 那這個方法喔 一般 一般喔 稱為就所謂的那個 呃 一般我們稱為叫匿名物件的方法啦 或者一般所謂的匿名物件就是說喔 匿名啊 匿名就是沒有名字 沒有名字意思就是說 我如果只使用它一次而已 那我為什麼要給它一個名稱 因為我想物件名稱也要動動腦筋嘛 那我只使用一次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乾脆我就直接不宣告 直接拿它來這邊用 那就等同它有點是宣告之後就擺在這邊了 它有點類似像那個一個一個物件 它這種方式在Java裡面也是合法的 OK 你不用宣告就可以直接使用它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呢 點Format 直接就把這個方法加到它後面 OK 那因為它取得一個實力 取得一個實體之後啦 然後後面呢 當然就可以得到我們一個Format的方法 再來把date放進來 那就可以直接跑 所以你會發現直接跑 給各位看一下 基本上跑出來的結果 應該跟剛剛是一模一樣的 OK 那當然喔 另外你也可以想說 老師那既然這邊可以用匿名物件 那我這邊呢 是不是也可以用匿名物件呢 那當然可以啊 其實這邊喔 可以怎麼改 假如你不要一個 不要一個date對不對 你不要一個date的名稱 那怎麼做呢 其實你只要後面的東西啦 你就把後面的東西怎麼樣呢 複製 放到這邊來 New Day 有沒有 也就是說呢 它會 因為New Day之後的話 它會回傳一個日期 那本來是放在這個物件裡面的 所以這個物件 感覺上是接收什麼 接收資料的地方 但它的功能不只是接收資料 除了資料之外呢 它還具備有它裡面的方法 所以喔 這個物件比較特殊啦 我覺得這個物件喔 跟那個變數的最大的差別是 變數是接收資料而已 它裡面沒有方法 可是物件感覺是 除了接收它裡面的資料之外 它還接收它裡面所有的方法 有沒有 我們不是會在物件 就類別裡面還會寫什麼 除了那個我們的變數之外 還會寫一些方法 所以感覺物件跟其他的變數最大的不一樣 就是它具有方法 那方法的話呢 比如說我們像剛剛這邊不是有個format嗎 OK 那就是取得這個dayformat的方法 然後去做一些實作 所以這個物件感覺上 它也是這部分的特性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說這個地方呢 還可以再把它改寫成所謂的匿名物件 那匿名物件就不需要去做任何宣告 直接就把你後面那一段擺在這邊 它就可以直接去使用它裡面的方法 那另外當然那個date也可以啦 比如我們是宣告 這個是類別對不對 這個是產生的物件 那物件是為了做什麼呢 去接嘛 那因為new了之後 在記憶體裡面配置的一個空間 放了date之後 就是這個流程的這樣 在記憶體裡面配置的空間 然後呢你去抓取日期 日期跟時間就放在哪裡呢 放在你必須要有個地方可以接 那就接date 那這個當然它不只是只有去接它的那個日期時間 它裡面的所有的相關的那個 包含就是說呢 它的一些什麼 一些這個 裡面的方法 它也可以去使用它 所以你可以從date裡面看一下 裡面有一些相關的東西 好 那這邊把它執行 應該也不會有錯啦 其實基本上就是把這個地方改成匿名物件 OK 那這個是把它精簡化之後的結果 那除了這個方法之外 其實還可以怎麼樣 你會想說 欸老師那之前不是有用過那個什麼 new date 這個地方呢 除了可以用date取得系統的日期時間之外 那可不可以用另外一個啦 其實我們前面有用過嘛 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那個系統的 system 還記得吧 我不是計算一個那個時間的時候 那我用的那個system 裡面的那個什麼呢 點 點current 所以你把一個c current time minus 這個 這個 這個方法 它就是可以也是一樣可以取得 裡面的系統 你也可以看一下 其實感覺起來應該是一樣的東西 裡面大概 它是從1900年 1970年的1月1號 然後算到今天為止 今天的現在這個時間為止 相差多少毫秒 所以其實 而且這毫秒 毫秒是千分之一秒 所以算下來那個數字其實非常的大 因為一天 一分鐘就有60秒 然後60秒再乘上1000 就6萬了對不對 一分鐘喔 然後分鐘再小時再乘上 就是一分 60分鐘嘛 然後再來就是24小時 再來365天 再來看相差 哇那全部乘在一起的話 其實數字其實非常的大 不過沒有關係 它會自動去幫你轉換 抓到這個數字之後幫你轉換 反正就是一個時間 所以如果你把這個地方 假如說你要再更精簡 那這個時候 當然這個date就不用了 你就直接執行它 好 它這個時候的話呢 結果會不會是一樣 欸一模一樣 有沒有發現 所以其實 那個如果你只是單純 要取得現在的電腦的日期時間 好 應該用system.current time minus 可能更簡單 為什麼 因為連import都不需要 好 所以兩種方法 當然另外還有一個叫carland 好 不過carland這個 他抓到時間 抓到那個系統的日期時間的 的結果可能不太 跟這個有點不太一樣 好 那你們也可以稍微了解一下carland 那個剛剛有提過那個 那個類別 那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這一點 因為剛好 其實有個實際上的案例 就是說那個像我 我有寫了一個 那個高速公路即時路況 高速公路 那當然這個高速公路 即時路況 這怎麼來的 其實呢 你就是google那個高速公路路況 然後我之前怎麼寫的 因為我常常出門前會先稍微看一下北部 哪邊塞車 因為這個應該大家不陌生 可是問題這個是 PC 就是web版 那web網頁跟手機app 其實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放在手機裡面啦 可是你常常會在那邊喬來喬去有沒有 哇 每次要喬這個就喬半天 好 而且要連到這個網頁 你還要把那個 我覺得不放 最好是 點一下app 跳出來就出來就好了 不要再太多 怎麼一堆動作 尤其是你會看這個的時候應該是可能出門前 臨時稍微想要看一下 或者說可能開車當中 做出危險動作嘛 那你如果 危險動 你一邊操作 你還要能一邊喬 太危險了 所以最好點一下看一下就可以 像 那所以我的需求是 我希望能夠馬上看到那張圖 於是 我要怎麼做呢 後來我就是這樣子 就是 我就到這裡面 然後看一下行動上網 有沒有什麼東西可以參考 行動上網裡面的話 這邊就有一個什麼呢 即時路況圖 那就秀出來了 這個即時路況圖 我就想說 那有沒有一些北區的 有北區的 中區的 南區的 那我想說 這裡面很有趣一點就是 這上面都有一個什麼 今天 幾點幾分 幾點幾分 那你會發現現在10點 這個圖是10點19分 產生的 那現在 現在我們這個 這台電腦是比較快一點點 沒有沒有 22分 有沒有 22分 所以它有個關聯性 我按右鍵 它這邊有個在分頁中開啟 開啟之後就是這張圖 那我就看了上面的一個information 這個有沒有 那後來我就想說 這個裡面呢 因為它隨時會更新 所以你現在把它再refresh一下 它大概每隔一分鐘 這邊會更新一張圖 所以我後來發現了 有這個規則之後呢 所以這邊更新 那你現在更新 它現在不會動 為什麼 因為你這個數字不對 你要把它改成20 enter一下 有沒有發現 你就抓10點20分的 那如果你把這個地方 改成21的話 它就會去抓10點21分 所以你這個有沒有 現在23對不對 基本上它已經產生了什麼 就是 現在時間在剪1分鐘 1分鐘之前的圖 它會放在高工局的這個server 這個位置上面 所以按enter 有沒有發現 10點22分的就出來了 那我就抓到它的規則 規則1就是那個 那我就只要怎麼樣 我就用一個變數去取得什麼 取得我現在手機裡面的 那個分的部分 因為有10分秒嘛 year,month,day 那我就把day的抓出來 產生一個變數 塞在這邊 再兜成一個網址 去抓到那張圖 秀在手機上 我就發現了 原來可以這樣做 試了之後呢 果不其然 屢試不爽 就沒有問題了 OK 所以我就本來是自己用的 後來發現呢 也好像有其他人需要 那我就把它包一包 放在Google Play上面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這邊有個4有沒有 後來我本來也不知道 這4是什麼用途 那我就隨便想說 改一下吧 改個1看看會怎麼樣 enter 變小了對不對 那改2的話呢 後來我發現 2的話再稍微大一點點 3的話再大一點點 4 如果你改5的話 不過5好像 我印象中是不行啦 因為它最後 最大只有 所以你就知道 它規則原來是 原來是1234 決定它的大小 那當然 我就做了兩個變化 一個是 後面那個 時間的部分 一個是前面的大小 那我前面大小 我就做了一個下拉清單 讓使用者去選取 它要大 多大的嘛 總共4種Size 那包就OK啦 所以後面的資料 就是只要你學會什麼 手機上面如何抓網路上的圖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抓到之後呢 當然手機你不能單單抓上來 不能放大縮小 所以我就再加上一個功能 去用另外一個類別 它可以把那個原來不能放大縮小 變成可以的一個類別 那就這個層次就寫出來了 OK 大概有這些東西啦 所以 以後呢 你們可能遇到問題 都可能有一個相關聯繫 所以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稍微了解一下這個 高工局的 網站上面的這些機密 當然除了這些之外的話 還有沒有更多啦 其實還有啦 比如說像什麼 路段資訊這些 比如說你點進去 每個路段它裡面會秀出來 像這些東西 其實都可以把它用那個 網頁的方式去抓到 我有講過 按右鍵這邊可以去檢查 檢查它裡面 我可以抓到裡面的值 也可以即時秀在手機上面 或者是說這邊有一個camera 這邊有一個camera有沒有 點進去 它現在這個會動 可是你按右鍵 看它的內容 我印象中好像它就是一張 一張那個在分頁中開啟 它實際上就是一張的圖檔而已 它是不斷在變動的圖檔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網址 放在手機裡面 它就可以把那個畫面 有沒有這個啦 實際上它就是一張圖 你只要把這張圖的路徑找到 沒有看這張圖就好 對啊沒有錯啊 就把這張圖有沒有 放在image view上面 人家打開來 好像就看到一個影像 實際上就是一張圖 它只是動態的一直丟 就跟你一直更改這張圖 只是可能每秒鐘更新幾次這樣子 不過現在好像有點停掉了 可能那個串流 OK類似像這樣 所以你裡面可以做很多 網路上面人家做出來的功能 其實你都可以做得出來 OK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稍微把剛剛我講的這部分 先稍微變化一下 主要幾個重點 一個改成回圈 第二個把它改成那個就是說 不需要宣告 就是所謂的匿名物件的方式 然後把這個後面取得的 也許你可以用new一個date就可以了 或者用什麼 用那個current system.currentminus這個 畫面先換給各位試一下 那對於那個高速公路如何取得一些即時的訊息的部分 當然有興趣同學自己也可以在Google一下 那個高速公路路況裡面都有相關訊息 其實除了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工部門哪像什麼天氣有沒有 也是可以啊 像最近你發現天氣好像怪怪的 因為快有颱風來了 其實這個時候大家都會關注什麼 關注颱風的最新動態 那哪裡的的動 哪裡的訊息最及時 其實就是中央氣象局的網站 網站喔 可是它的app其實做的不太好 我有把它下載下來 那也就是同樣的啦 你可能你只要取得什麼 最新的颱風資訊的話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 你可以把它包一個簡單一點的 到底颱風會不會進來 其實大概我們只是希望知道這個訊息就好了 有沒有什麼簡單一點的方法 或者看一個圖啦 一般我蠻喜歡看就是那個氣象圖 看颱風現在的位置 接近我們還是遠離我們 其實大家看到那張圖 我大概就知道颱風可不可能 會輕臺 就是會那個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也許你們也可以去 類似像那個中央氣象局的網站上面 可以 觀察一下啦 其實裡面都沒什麼機密的 它只要 可以放上來的 我們基本上 抓到它的資訊 應該這都不是什麼問題的 給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試一下 好 好 好